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的第四节了 建筑材料 对于建筑材料这一块 它是我个人来讲 对您要求必须重点掌握的识点 相对于前面的一二三节 第四节的建筑材料 我们在这里给出三个星 七分到八分 而对于工程材料来讲 七分到八分 我们说要求您掌握的是三大两小加一个油机 所谓的三大是什么 从分子来讲 出几分子水泥钢筋 或者钢材 我们就个人我就把它称为钢筋了 因为钢筋的面体点在钢材里边是更高的 对吧 再加混凝土 这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那除此之外呢 两小只是在装装就材料里边 您掌握天然石材和建筑玻璃 这是两小 一油机就是在功能材料这一块 那功能材料呢 今年我们重点掌握什么 重点掌握钢结构的防火涂装的内容 也是教材新增的吗 好 逐一我们进行了相关的阐述 首先 三大材当中的水泥 水泥考什么呀 水泥我们考六大通用硅栓液水泥 考指标题 考水泥的特点题 还考适用范围呀 第一个考水泥指标来讲的话 水泥的凝结时间 强度 安定性 还有呢 减量 水泥的凝结时间 分成初泥和中泥 从加水半河开始到开始时期硕性 这叫做初泥时间 初泥不宜过短 六大通用硅栓水泥 初泥时间 都应该不得小于45分钟 而中泥呢 是加水半河到水泥完全时期硕性 我们要求中泥时间不宜过长 早点上强度 所以呢 对于硅栓液水泥 中泥时间不得大于6万小时 其他五种通硅栓水泥 它的中泥时间不得长于10个小时 对吧 而水泥这个中泥时间10小时 刚好也就是什么 混凝土养护的时候 没有防水要求的混凝土 中泥之前就养护 有防水要求的混凝土 中泥之后就养护 所以混凝土养护时间 基本是中泥混凝土浇出之后的8到12个小时 好 这是关于这个凝结时间 那强度呢 对于水泥的强度 我们怎么办 我们用的是 交沙法撤其3天和28天的抗压强度 及抗热强度 另外呢 关于指标 你还要掌握的是 中泥时间不合格的话 水泥是不合格品 不合格品可以降级使用 而出零时间不合格 减含量不合格 体积安定性不合格 水泥是废品 废品不得使用吧 那再往下 就是水泥的特点了 对于水泥的特点 已经强调了 我给您讲解的知识点 硅酸盐和普通硅酸水泥 我们称其为一组水泥 后四类水泥 我们称其为二组水泥 那么一组水泥的通用特点是什么 水化速度快 水化热大 早期强度高 因此它要考你 试用范围 在哪用呢 产工期 冬季施工 防止混凝土 对吧 从此产生出的特性是什么 如果我们在 边坡之户的时候 毛杆灌浆 古丁灌浆的时候 也应该使用 对了一组水泥 那相对一组水泥特点 二组水泥呢 水化速度慢 水化热小 因此往哪用呢 高级的施工或大底级混凝土啊 是吧 除此之外呢 对于二组水泥 矿纳水泥 它有一个突出特性是什么 那热呀 火山灰水泥呢 抗肾呢 粉泉灰水泥呢 抗烈呀 还有单独特性的考核 特点和使用范围 水泥是大家必须重点掌握的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呢 刚才 刚才在这里边已经说了 按照线形规范来讲 首先对于钢筋使用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一个什么问题啊 一旦考试当中出现了HPB235 或者是出现了HRB335的话 这都是错误的了 从材料的选择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钢材 如果纯粹的钢材的话 按照它的这个含碳量 或者是合金含量 我们将钢材分成了 低碳中碳高碳钢 或者是呢 低合金中合金高合金钢 那这里分类的数据 你应该掌握住 这是细节数字体 而且呢 定性的钢材里边 随着含碳量的增加 强度在增加 韧性硕性是在下降的 对吧 那再往下的话 对于钢材 我们细化到的钢筋这一块 到了钢筋这一块 那钢筋的杂质的级别 以及呢 它的这个表层符号的问题 HPB代表什么 代表光源 那么一级筋 现在打底是 虚拟强度从300起 而接下来呢 对于热杂的刻铿钢来讲 我们现在要求 打底虚拟强度 我们现在使用的 从400起 那对于400的钢筋 后边如果是 告诉你 HRBF400E 你得会做明测解释啊 热杂的刻铿钢 细精粒的F 代表细精粒 屈服强度400 那么这个E 特级优质钢 可以使用在抗震结构啊 那接下来 在抗震结构里面 特级优质钢的三项指标 必须得掌握的 强距比大于等1.25 超距比小于等1.3 存长率不得小于9% 那下面对于钢材再考呢 它的性能指标 整个钢材 有力学性能和公寓性能两大块 力学性能包括什么 拉伸疲劳和冲击任性 而拉伸性能 心肠我们要服验的时候验什么 除了冲动边差以外 力学性能这块验的是 抗拉强度 曲伏强度 伸长率 当然还有呢 另外一个就是弯曲性能了 其实呢 弯曲性能 又是什么 又是钢材的公寓性能之一 弯曲性能和焊接性能 代表着钢材的公寓性能 对吧 那在力学性能当中的疲劳强度呢 不会考过多的 那对于抗冲击任性呢 有一点寒冷地区使用的钢材 它的脆性临界温度 必须低于室外环境温度啊 好 那钢材最后一个命运点 可以放在哪呢 就可以放在钢材的 化学成分 它所含的这个成分里边 谁是有益的元素 谁是有害的元素啊 硫 磷 氧 氮 氮 氮 它是有害元素 硫 增加钢材热水性 磷和氮增加钢材的冷水性 氧 降低了钢材的焊接性能 有益元素呢 硅猛 灭各 凡 泰 是吧 灭各 合金 我们说不锈钢啊 好 刚才掌握到这儿 差不多了 那下面 三大材当中的另外一个 混凝土 我们这里建议出三个型号 混凝土 烤它的组成 烤混凝土的性能 烤强度概念 同时还烤 混凝土的耐久性 以及外加剂 这么五个方面 对组成来讲 水泥我们不用多说了 当然一个细节题是什么呢 水泥和混凝土之间的这个强度比 一般是什么 一般是1.5到2 对于高强混凝土呢 水泥和混凝土强度比 一般可以说到0.9到1.5 是吧 考数字题的 那在混凝土组成里边 细骨料 沙子呗 小一等于4.75毫米的 我们称之为细骨料 那在细骨料里边 一般我们使用的是连续集配 既保证混凝土的强度 又保证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而且在细骨料这块 你又记住一句话 说细骨料只用连续集配 省水泥 好了 那到了组成当中 出骨料呢 混凝土的出骨料 力竞得大于等于5毫米 当然上限定径来讲 得小于等于40毫米 接下来出骨料的力竞确定 最大力竞 得是多少啊 得小于混凝土构件 短边尺寸的1分之1 小于等于钢筋净距的 4分之3 板子得小于板厚的 3分之1 如果是碰到混凝土呢 卵石的应该小于管径的 2.5分之1 碎石的得小于管径的 3分之1 那这防水混凝土呢 力竞还得小于40毫米 这是出骨料力竞 是重要的 好好点 考数字题 考计算题都没问题吧 再有出骨料的集配呢 连续集配 我们是半子流动性好的混凝土 而半子一使用间断集配呢 要半子嵌索式混凝土 或者是干硬性混凝土呗 两种集配都有的 那下面呢 对于半合用的水呢 说易使用 也用水 未经处理的海水 是不得半子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的 那么海水呢 本身它是可以搬树混凝土 好 那回头再有呢 混凝土里边交接剂呢 除了水泥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参合料 那么其他参合料呢 根据是否能够提高 混凝土的强度 分成了活性参合料和 非活性参合料 活性参合料 本身能够提高 混凝土的强度 但是自身不能做水化反应 它必须要和水泥水化产物 再进一步反应 那典型的活性参合料呢 粉明灰 废尸粉 力化高度矿渣 灰灰 这是大家必须掌握的呀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 混凝土的性能 对于混凝土的性能 混凝土必须有一定的合一性能 包括流动 连聚 保水 这三性 流动性越好的混凝土 连聚 保水性越差呀 而流动性呢 我们又用的是实验法来设 连聚性 保水性用的是木设法 对吧 对于这个流动性来讲 还有一个细节点 就是关于混凝土的稠度值的概念呢 普通混凝土用塌落度实验来测 混凝土的稠度值越大 代表它是越稀的 流动性是越大的 而干液性混凝土呢 我们用的稠度仪来测的 稠度值越大呢 其实代表混凝土是越干的 流动性是越小的 这个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的 对吧 那除了之外 影响混凝土强度的原材料方面因素 以及呢 工艺方面的因素 或者叫环境的因素 大家呢展开就知道 内音和外音 是吧 另外影响混凝土合一性能呢 有若干因素 而这其中呢 最重要的又是谁呀 单位体积的用水量呗 这就是变成细节体的考核 影响强度的影响合一性能呢 这两大性能 可以考影响因素的规律体 好 下面呢再看混凝土的强度 那混凝土强度呢 由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在一届里考这些 抗压强度呢 又分成了立方体抗压强度 和轴心抗压强度 本身可以考概念 表征混凝土强度的 我们是用混凝土的 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值 来表征混凝土的强度 那当然 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 要大于呢 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 而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要远远大于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是吧 那这里要汇名词解释 比如说C30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标准值 这批混凝土强度 是大于等于30兆帕 而小于35兆帕 会名字解释 另外 立方体抗压强度 还要掌握混凝土 标养条件 20摄氏度 正复2 相对10度 95%以上 标养28天呗 那对于这三个强度的排序呢 还有一个考核点 测试混凝土立方体 抗压强度的时候 四块的是150乘150的立方体 而轴心抗压强度呢 四块是150乘150乘300的 四能柱 立方体抗压强 轴心抗压强度 只有立方体抗压强度的 70%到80% 另外一个呢 抗压强度 只有抗压强度的 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而且这个比值呢 随着混凝土强度等比提高 比值又是在下降 是吧 好了 再有混凝土考耐久性 那混凝土耐久性呢 其实包括六个方面呢 混凝土的抗肾 抗动 抗食 三性 混凝土的碳化反应 混凝土的碱骨料反应 再加上钢筋的修实 这六个方面 那其中呢 混凝土抗肾性 直接影响抗动和抗食性 P6以上的称其为呢 抗肾混凝土 F50以上的称其为呢 抗动混凝土 是吧 那抗肾混凝土和抗动混凝土分级 也是大家应该掌握的 在代酒性里边 大家还必须掌握的是 混凝土的碳化反应啊 碳化反应降低了 混凝土的碱性 从而降低对钢筋的保护 混凝土碳化过程 体积收缩 混凝土 开裂 碳化过程当中呢 抗压强度 有一定的提高 但由于开裂了 抗拉 耐磨强度 抗减强度 大幅下降 对吧 另外一个反应呢 耐久性里边 就是 碱骨料反应啊 碱性氧化物 跟二氧化硅 生成碱壳凝胶 稀湿 体积膨胀 将混凝土占裂 这是耐久性的 一系列考核 那混凝土呢 最后要考核的 就是 外加剂 那对于外加剂来讲 你要掌握的是 改变流动性能的 改变耐久性能的 改变 凝结时间的 改变 其他性能的 各包括 哪些外加剂 那除此之外呢 还要掌握的 特定外加剂的 功能呢 比如说 减水剂 提高流动性 节约水泥 减少半河水 用量 提高混凝土强度 提高混凝土耐久性 这样的特性也要掌握 再比如说 膨胀剂 那膨胀剂往哪去用啊 后胶带的混凝土可以使用 再有呢 大体积混凝土防裂 可以使用了 那膨胀混凝土呢 在 膨胀混凝土里使用 同时呢 在膨胀混凝土里 我们还可以使用 缓凝剂啊 那缓凝剂往哪用 大体积混凝土 高温季节施工 都可以使用缓凝剂啊 那防冻剂 你就正好反过来呗 要求攻击短的 或者动力施工 我们用呢 抗冻剂 或者是呢 竖凝剂呗 好 关于混凝土 我们就给大家呢 延展到这儿 那么接下来呢 在主体材料当中 还有附属的建筑材料 就是气体 那气体您至少要掌握呢 什么是砖 什么是气块 对于砖来讲 三维尺寸 53×115×240倍 那不同砖的 不同材料 所制的砖 那么气体之前 浇不浇水的问题 是吧 对于气块呢 什么是气块啊 那至少是什么 长宽高 至少有一个尺寸 分别大于多少 365×240和115啊 那就是气块 那在这部内容当中 您今年给您推荐 这些点是什么呢 无论是什么样的气块 你是混凝土气块啊 还是增压气块啊 还是钻气体 还是石气体 那么呢 在潮湿地区 在三到五类环境当中 他们在气柱的时候 各需要的强度等级 是多少 这个大家呢 要特别注意一下 可以考一个零星的 细节数字体 这个大家呢 要小心 那再有呢 就是不同类的气块 它使用的部位 有什么限制 比如说呢 这里边 增压气块 在三到五类环境 还有亲戒指存在的时候 就不得使用 增压气块 增压砖 不管你增压 混凝土玫瑰砖 还是增压的 灰砂砖 都不得使用啊 这个细节要注意 那么再有呢 就是气阻沙浆的问题 那对于沙浆来讲的话 政府领以下 或者基础气柱 必须使用的是水泥沙浆啊 地面以上 我们才可以使用的是 混合沙浆 而当然对于沙浆来讲呢 沙浆所使用的水泥 你也要记准的 M15及以下的这个沙浆 用什么样水泥 用325的通用硅水泥 六种都行 而M15以上的这样的沙浆 气阻沙浆 用什么样水泥啊 再用425的水泥 425的什么水泥啊 普通硅水泥 PO 所以呢 对于气阻沙浆来讲的话 你使用的水泥 要注意 一个是水泥强度 另外一个是水泥的品种 这都要进行考核的 而气阻沙浆 什么时候用完呢 温度在30度以内的时候 三小时用完 超过30度 两小时用完 对吧 沙浆分成厚度 不得大于呢 30 这是这一切的长实体 大家都应该熟悉 不能叫掌握 应该熟悉吧 啊 气体就说到这儿 相对于前面的水泥钢材 和混凝土 气体的出体比重 要稍微小一些的 那么下边呢 对木材 咱就略微了解就行了 木材要考核的话 我就说三个知识点 咱们可以 是你要必须知道的 剩下内容都是闲闪的 比如说木材呢 两个含水率 纤维饱和点 和平衡含水率 纤维饱和点是什么 是木材力学性质 是否在含水量的变化 而再进一步变化的 转折点呢 平衡含水率呢 是木材在水过程当中 是否还能发生 实际干硕 变形的这么一个 控制指标 那么再有 木材容易考核的 就是木材的 变形各强异性 顺纹最小 镜像较大 悬向是最大的 另外呢 对于木材来讲 它就是力学性能 顺纹的抗拉强度 是最大的 而横纹的抗压强度 是最小的 这个大家呢 知道就可以了 那除了之外 在木材里边 还可能考出呢 一系列人造木板 那对于人造木板呢 我们说 现在在检测的时候 基本使用的是什么 基本使用的是气候相法 减着呢 尤其在甲醇含量 和尤其甲醇释放量的时候 用气候相法 气候相法 对一类建筑里边呢 对这个甲醇 我们要求的 龙线值多少呢 考一个细节数字 0.124毫克每厘米 这个大家就掌握住 就行了 好 下面 我们进入到 另外的装饰桌球材料 装饰桌球材料里边呢 已经说了 考试的时候 就相当于了 两小的考核 那么对于两小来讲 四面食材 是大家必须要掌握的 四面食材 以天然食材 为突破 花钢盐和大理石 花钢盐坚硬的栓性食材 大理石中硬的碱性食材 因此呢 花钢盐 一般我们用在室外 不差钱 用在室内没问题 对于大理石呢 只有少数的汉白鱼 艾叶青 这几个品种 可以用在室外 其他绝大都是用在室内 因为碱性呢 不耐酸语啊 另外它是中硬食材 一般就不使用在耐磨程度要求比较高的部位呗 这是呢 它和花钢盐的区别 当然 今年教材呢 就大理石来讲 又补充了一些文字 还补助了表格 而在这些表格当中 我只想提示您什么呢 对于大理石和花钢盐 耐磨程度要求这个数字 大家应该细心观察一下 花钢盐 它的耐磨性 如果要进行耐磨性检测的时候 耐磨性是不得小于25的 而对于这个大理石呢 我们要求不得小于10 这就可以变成细节数字体的考核 天然食材 其实这两个点就可以了 那么再往下呢 是除了天然食材以外 还可以考核建筑陶瓷 建筑陶瓷呢 今年教材虽然有一些文字变化 但是我说 它是当年前一版教材的 这个文字反复 对于建筑陶瓷 它可以考核什么 特性和寒水率 尤其是特性这一块 尤其是寒水率这一块 建筑陶瓷包括卫生结局 它是随着产品的吸水率的减小 性能在逐渐增加的 吸水率越小 那么这些材料的 光泽度越好 耐久性越好 液清洁性越好 价格也就越高 所以呢 对于建筑陶瓷 您只要掌握什么呢 掌握按照吸水率 何为低吸水率的 雌字品 何为中吸水率的 雌字品 谁为呢 高吸水率的陶字品 就行了 那雌字品里边分两类 雌字品里边分两类 都是以吸水率来划分 对吧 除此呢 对于这个卫生结局来讲 您今天愿意看的话 还可以看一下呢 卫生结局的轻量化处理 或者是呢 奈何重量是多少 可能考出细节数字的 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延杂了 好吧 那么下面 第二个小材 我们看的是建筑玻璃 两个星号 这两个小材 今年教材都有细别文字变化 是吧 建筑玻璃分成了普通玻璃啊 节能玻璃啊 安全玻璃和装饰玻璃呗 我们重点看的是 安全玻璃和节能玻璃 那安全玻璃考要考归类题的话 包括什么 防火玻璃 钢化玻璃 夹层玻璃 防火玻璃 根据它的这个 结构形式的话 可以分成单片防火和符合防火 那么根据它的这个防火性能呢 我们分成A类玻璃和C类玻璃 按照耐火极限呢 又分成了 从0.5小时到3小时之间的 分成5类 每半小时一个极差 但是呢 防火玻璃 您记住 耐火极限当中 它没有2.5的 这一个小时的这一极 最负 按照耐火极限 防火玻璃分成是5类 这一点要区别于什么呢 钢结构 防火塗料的 是吧 当然在安全玻璃当中 说完防火玻璃 我们再看呢 就是钢化玻璃 钢化玻璃特点 你得掌握 弹性好 机械强度高 韧性好 稳定性好 但是一个缺点呢 容易产生自爆 那自爆怎么办 我们问我的话 就是二次钢化梳理 而今年教材呢 给您加了个名词 叫做什么 对了 叫做均止化梳理 叫均止化钢化玻璃 给了一个什么 给了一个英文符号 HST 这给大家掌握就可以了 另外呢 夹成玻璃往哪用啊 银行 橱窗 水下 工程 是吧 同时我提示您了 结合着钢化 结合着夹成 我们建造师当中 还有一个考点 就是钢化夹成玻璃的使用 在哪啊 在木墙 点支撑木墙 用玻璃类做支撑的时候 这个玻璃类 必须是钢化夹成玻璃啊 好 玻璃我们也就给大家 安全玻璃说完了啊 再看呢 节能玻璃 对于节能玻璃来讲 仍然是特性和应用的考核 节能玻璃本身 还可以有一个呢 规类体的考核 包括什么 着射玻璃 镀膜玻璃 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啊 着射玻璃当中 有一个特点 具有冷质效应 冬暖夏凉 是吧 那镀膜玻璃呢 又可以分成 光就有单测通通镜的 单反玻璃 还有呢 低辐射的low翼玻璃 而另外两种呢 中空玻璃和真空玻璃 它们的结构和制作工艺完全不同 都具有呢 隔音 吸声 降噪 节能的作用 但是效果更好的 应该是真空玻璃 好 建筑玻璃 我们也就 解析完了 那么再往后的时候 就是功能材料了 功能材料呢 今年呢 对于功能材料 首先你要掌握一个基本点 就是概念 什么是功能材料啊 要么能防水 要么能防火 要么呢 能牺牲 要么能保温呢 任何一种功能的 我们都称之为功能材料 功能材料 从考试来讲 本来叫做一个游击的考核 随机选 在功能材料里 每天选 搞什么一个到两个 今年我们将重点放在哪 放在防火材料当中的 刚结构的 防火涂料 放在这 那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防水材料 今年就弱化 防水材料考什么 比如说 在一件里边 一般是柔性防水材料呢 做考核重点的 柔性防水材料当中 主要考核的就是防水卷材 防水卷材特性 让你区别谁呀 区别SBS和APP的特点和使用范围 SBS弹性材料 低温条件不垂裂 往哪用 往北方去用 低温条件去用 APP呢 高温条件不流淌 往南方 往高温地区去实施 除此之外 关于防水卷材 我们说呢 它有五大类的性能指标 那这五大类性能指标 各包括哪些具体指标 大家也应该熟悉 尤其是对谁呢 对于那个大气稳定性 和温度稳定性 各包括哪些指标 应该注意辨识的 大气稳定性是耐厚的问题 而温度稳定性是耐热的问题吧 涂料我们就不再多聊了 那么对于密封材料 谁是定型的 谁是不定型的 你只要需要了解就可以 轮换性考点 那接下来呢 对于功能性材料当中 另外一块的防火材料 防火材料呢 早年我们可以考呢 防火玻璃 可以考呢 防火堵料 有机的 无机的 还有呢 防火包 是吧 各自特点是什么 今年弱化料 放在哪 重点放在了 钢结构的 防火涂料这块 那钢结构的防火涂料呢 最重要的 您应该掌握什么 通过一个钢结构防火涂料的 明词解释 来掌握一系列的知识点 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随便写一个 GT WS F - FT 2.50-B 好了各位 您今年必须 把这个名词解释 要掌握的 钢结构防火涂料 汉语皮 接下来呢 钢结构防火涂料 我们表征 用三个性能的 参数 这三个性能参数是什么 使用的场地 使用的场地 分散介质的性质 那么再加上了 防火性能 三个表征词 接下来带着 它的特定的防火指标 以及企业个性电脑 那这里边 W是什么 W是 防火材料 按照使用的环境 分成室内和室外 W显然是室外使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分散剂的性质 你是水性的 还是容器型的 S显然是水性的 那再有呢 根据你的防火性能 是膨胀的 还是非膨胀的 F显然是非膨胀的 也就是非膨胀的 室外使用的防水图标 那你应用的是 普通钢结构 还是特种钢结构呢 看它的防火性能指标 FT T代表是特种钢结构 回头 是它的这个 耐火极限性能 2.5小时的 2.50 对不起 它不是2.5小时 而是耐火极限在 大于等于2.5小时 而小于上个小时的 那最后呢 这个B是企业自行编码 是B类的 好吧 这就是您必须要掌握的 钢结构的防火涂量 那另外呢 由此产生的施工技术呢 对于钢结构的防火涂量 如果你是这个膨胀型 和P膨胀型的 膨胀型的防火涂量 涂刷的时候厚度一般是不小 考数字题一般不小 1.5毫米 非膨胀型的呢 涂刷厚度一般是不小于 15毫米的 而这里我还要提示您呢 在材料里边 我们教材告诉您了 非膨胀型的最小厚度 应该是呢 15毫米 而到了施工技术里边 教材又告诉您 它的这个 非膨胀型的涂刷厚度 是不得小于呢 10毫米的 出现了两个数字 您要注意的 是吧 好 那除了钢结构的防火涂量呢 教材还有什么呢 今年又增加了 四面材料的防火涂量 四面涂 然后呢 容积性的 R-A 行吧 容积性的防火涂量 那么企业之编码是A类的 好 掌握这些就可以了 当然对于钢结构的防火涂量呢 大家还要注意的是 这个防火性能指标测射的时候呢 如果是特种钢结构的 我们用的是什么 有机的氢类燃烧实验来取得的 那如果是呢 告诉你是FP多少多少 FP1.5 普通钢结构用的防火涂量 耐火极限应该是 大于等1.5小时 小于呢 两小时的 那么这种 怎么测呢 对于普通钢结构的时候 它的这个燃烧实验 使用的是 纤维类织物的燃烧实验来测得的 这就是细节知识点 你应该掌握 好 防火材料 我们说完 下面呢 我们再看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 今年呢 我们说呢 防火涂料 如果防火材料 今年的星期 我给到二星的话 保温材料 今天我只给一星 为什么 去年刚刚考过 把我们强化了这点 去年给考了 去年考的什么 对于保温材料 去年考的就是说呢 关于保温材料 影响导弱性能的 五方面指标 对吧 密度啊 厚度啊 湿度啊 温度啊 热流方向啊 那今年呢 对于这个保温材料 大家给您推荐 知识点是什么 您至少要知道 保温材料的分类 按照星状来分 按照耐火急线来分 按照呢 它的这个 保温的高低温度 来划分 谁是绝热的 谁是呢 保温的 对吧 那比如说分类这块 谁是纤维状的 谁是多孔类的 这样的分类 您可以稍加注意一下 防止测出这种 查阙普漏性尸体呗 好 以上 这是关于呢 建筑材料的 重要知识点的 串联 那接下来 我们要看的是 第一章的第五节 施工技术 这一块呢 提示大家 我们一级测试考试呢 关于施工技术 他要考什么 从测量开始 一直要考到 装饰装修是吧 那今年呢 我们应该以谁呢 以测量 再有呢 以这个基础工程 再以主体 钢筋模板混凝土 做突破 浮椅呢 装饰装修 而对于主体当中的 这个装配设也好 呃 这个钢结构也好 还有呢 这个进行混凝土结构 属于呢 这样一个档次的位置 好 施工技术当中 第一个重要知识点 我们放在呢 施工测量 就施工测量呢 它要分成 传统的考核和 这些年的 新密集点 这么两块 传统考核 考的什么呢 考核你测量 施工控制网的建立步骤 三级控制网的建立 厂区控制网 施工控制网 细部轴下 这样的三级建立 再要考核的呢 你测量的内容 比如说测量基本内容 测角 测距 测高差 对吧 另外还要考测量的方法 比如说细部平面测射 你要出现的什么 五种方法 直角坐标法 急坐标法 角度交汇 距离交汇 以及方箭前交汇 那当然这里边 还可能出现季节题 什么题啊 随着施工现场 我们有放割网存在 现场测点位 最方便的 就是直角坐标法 那随着全站仪 使用的普及呢 直坐标法 用的越来越多 那再有呢 如果你用角度交汇的话 就是什么 带测点 与支点 距离比较远 不便于测量 不便于量距 但是你得通视 是吧 那回头呢 如果你用距离交汇法呢 不用使用精密测量仪器 就可以直接定点的 好 再有测量方法当中呢 还要考核的就是 细部高层的测设备 考核的什么 带测点 高层的推导 已经提示您了 我送给您的计算公式 别忘了 钱加钱等于后加后 就可以了 还有传统一项书题呢 在考的就是测量仪器 水准仪 经纬仪 全站仪 各有哪三部分组成 然后呢 水准仪 经纬仪 他们的这个精准度 要求是多少 另外 他们所能测出的 测量的内容是什么 水准仪 测两点的高差 同时用光局原理 能够测两点之间距离 而经纬仪呢 主要是测水平角 竖向角 以及两点之间的高差 当然还也可以测 两点之间距离 而只有全站仪呢 能够直接测出高乘 注意 测射当中 什么时候用高乘 什么时候用高差 是吧 这些都是呢 传统预想的考点 而近年来 新发生出来的考点 或者一个命题趋势呢 就是在测量过程当中 我们出现的变形监测 那变形监测 今年我们还是作为呢 重点 知识点 给大家做出推荐 我给出两个信号 变形监测 你首先应该知道 什么情况 有哪些情况 我施工期间 要进行变形监测 那接下来 变形监测的时候 我要监测哪些内容 比如说建筑物 我要监测哪些内容 基坑 我要监测哪些内容 那建筑物 普通建筑物 我要测量哪些 高层 超高层建筑 要测量哪些内容 那这里 你可以扪心质问一下 现在是否掌握啊 对于高层 和超高层建筑 所有建筑 我们说都有 沉降的观测吧 回头高层超高层 还得有倾斜的观测 那如果建筑物有开裂 还得有开裂的观测 这是建筑物 那对于基坑来讲的话 得有什么 有基坑底部的沉降监测 有各个土层 分层的沉降监测 同时边坡 还有呢 斜坡监测吧 那另外呢 如果是一级基坑呢 还得有回弹监测 那周围环境有管线 还有管线变形监测 是这样吧 那这些内容 大家是必须掌握的 那掌握的时候 还要掌握什么呢 我对于 数项沉降观测点 和水平位移的观测点 观测点的步子 方法 原则是什么 点与点位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然后呢 沉降点与水平位移点 是共用一个点 还说呢 应该分担设置 这些大家必须要搞通 那再有呢 对于建筑物的观测来讲 比如说沉降观测 什么时候开始观测 什么时候要终止 在施工期间 如何进行中间检测 对吧 那对于 基坑的回弹监测呢 基坑监测 什么时候要进行 这都是使用大家呢 重点关注的 那是之前呢 我们在基础班和CD班 都给大家的重点强调过的 而且我特别担心的是 将这部分内容和石超体连起来 考呢 施工图 来读图填空 读图挑错 或者读体 甚至说绘图解答 这一块 今年大家要重点掌握一下 好 往下 施工里边的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就放在土方工程了 那对于土方工程来讲呢 它可以考 深基坑 浅基坑的支户 那对于支户 一定就会考 归类体和施工工艺 还有细节构造体 对于基坑 我们重点放在 深基坑支户 深基坑支户的话 哪些支户方式 可以使用在一级基坑 哪些支户 只能用在三级基坑 哪些支户 二三级基坑都可以使用 而且我这里一再提示大家 教材在正文 和第三章的内容当中 略有文字区别的 比如说现在 我们在教材正文里边 在一级基坑能做支户的 地链墙 拌制装排装 钢板装 那么再有呢 杳盒装 行钢混凝土装 都是可以的吧 而对于二级基坑 三级基坑呢 比如说土丁墙 是吧 而土丁墙呢 从数值上 教材给你写的 数值 是基坑支撑深度 不得大于12米 但从级别上 它只使用在二级和三级基坑 而在教材第三章当中 提示你什么 排装地链墙 使用在一级基坑 原子土放坡 只能使用在三级基坑 其他的都可以使用二级和三级基坑吧 支护方法和基坑测壁安全等级对应关系 是大家必须重点掌握的 那除此之外 对于施工技术题呢 我建议各位应该把 地链墙和土丁墙的构造 再仔细看一下 去年 近几年教材新补的内容 但是去年没能做出真正的考核 所以这些今年我们就要小心了 那并外呢 比如说特殊的施工支护方法 比如说咬合装 一序装二序装切割方式不同 如果呢 用软切割的话 要求什么 要求一序装必须是超缓凝混凝土啊 那比如说什么呢 整个超缓凝混凝土 缓凝时间应该是60小时啊 那再有呢 它的这个缓凝强度增长值 大家都应该掌握的 而从施工技术来讲呢 地链墙和凝土 胶住完毕之后 什么时候中降 注降量是多少 什么时候中降 这一点和谁 和灌注装应该连接在一起 共同记忆的吧 风底灌注的时候 要么达到设计注降量 要么达到设计注降量的80% 但压力满足设计要求 那么这压力多少啊 就是两双帕呀 关于混凝土的这个踏入度呢 都是200正处20啊 那回头呢 对于土丁墙施工的时候 那土丁墙如果是呢 成孔灌江的土丁墙 两次注江 第一次注江 注什么 第二次注江注多少 注什么江 注江压力是多少 大家都应该呢 有所准备 好 土方之后说完 我们再看它降水 降水只是提示提供您谁 我们现在呀 食物教材的这个降水的施工技术 写的很少 那怎么办 您就知道什么 降水方法选择 细沙粉沙亚沙这样土质 不能使用呢 集水空降水 应该使用几点降水 软土机机 那是超过三米的时候 我们必须用景点降水 那么再有呢 降水方法选择 依据是什么 需要地下水需要降低的深度是多少 那么再有呢 土的渗透系数是多少 那这样呢 还是建议您教材第三章的数据为主 气氛景点 喷水景点 土的渗透系数 0.005米每天到20米每天的 管景呢 0.01米每天到2倍每天 而降水深度也是这样的 来处理是5米以内 还是不限的问题 掌握一下就可以 再有一个呢 要掌握的就是细节数字体 我们地下水位 必须要低于开发基础面以下 或者是呢 低于基坑中心以下 得500 至少是500 对吧 另外呢 降水的时候 如果遇到什么 基地以下有成压水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土永验算 同时呢 转土永验算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办 可以做水平的隔水层 或者是呢 转孔降压呀 而且这个知识点 还提示大家什么 必须和后边的验槽 什么时候不得使用 轻型动力阻碳 连接在一起呀 是吧 这是降水的内容 那对于土方的开挖回田这块 还有知乎啊 土方的开挖 土方的知乎 土方的回田 这块我们都讲就分成二 这儿啊 分成知乎 分成开挖 分成降水 分成回田 是这意思吧 四个分成 而且从安全角度来讲 必须讲就对 十六地方针了 先称后挖 分成开挖 对吧 这些内容 就叫大家呢 熟悉的 那再有 对于这个土方回田的时候 你还要掌握什么 什么样的土 不能做回田土啊 含水量不满足要求 工程特性不满足要求的 比如说橡皮土 冻状土 淤泥 淤泥之土 那么再有呢 有机质含量不满足要求 超过5%的 都不能作为回田土 而土体回田的时候 应该分成回田 分成压石 压石的厚度呢 分成厚度 跟压石机械有关 压石变数 大家也应该熟悉 那么再有回田的时候呢 讲究硬力集中原则 从四周从两边将中间来田 不同土址回田的时候呢 渗透系统小的土 放地表 渗透系统大的土 放底下 这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而往下 从去年开始 就作为重要命题点 就应该作为重要命题点准备的 就是什么呢 燕巢 燕巢按照 一八版的 地基础验生规范来讲的话 燕巢应该具备的条件 那么六个条件当中 我跟您强调 其中呢 必须要普遍采用的 轻轻动力阻弹 另外一个呢 就是燕巢之前 看是否扰动地基土 那正常 开挖机局面以上 应该有不超过一百厚的 原状土 那这一点呢 又和我们现在 土方开挖这块的数据 施工技术就对不上 那土方开挖 人工开挖 一般预留呢 一百五到三百 机械开挖预留二百到三百呀 那这些数字矛盾地方如何处理 提示您了 那再有提到燕巢 就是我们燕巢的内容是什么 五大方面呢 按照现行的这个规范来讲 要求的是看承包商是否按图施工 那是否呢 出现两个薄弱 是否出现两个扰动啊 两个薄弱 薄弱土城 或者是什么呢 出现孔洞啊 古穴古墓古井啊 那两个扰动呢 一个是施工扰动 一个是地下水扰动的 按图施工 要看你的深度 编壁位置尺寸 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呗 所以燕巢的内容 也是大家必须掌握的 那么再有呢 燕巢的方法 关卡法为主 另外呢 使用轻型动力储碳的时候 你轻型动力储碳 你要检测哪些内容 有没有软弱土城 有没有软弱空洞 那么再有呢 是否有局部的软弱城 是否有局部的突映城 还有呢 你整个的地址 是否和地坑包括是否一致呗 轻型动力储碳 的检测内容 有三大项 必须要掌握 再有呢 就是既然普遍使用了 轻型动力储碳 那什么时候 可以不用轻型动力储碳呢 要么地址 基地以下有沉下水了 或者这是地址土 比较差的时候 那反过来 供应力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呢 有碎石土 有卵石土的话 厚度大于了一米 或者是沙土大于一米五 可以不用轻型动力储碳呢 另外整个轻型动力储碳 你储碳点的布置 储碳深度 碳点的间距 都是大家应该掌握的 换句话说 今年土方这块 最重要的仍然是在验潮 验潮 之户 然后是降水 接下来是回填开挖 这么一个排序 来掌握情况指示点 好吧 那第三个指示 施工技术里边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放在地基与基础 对于地基与基础来讲 首先我们以深基础要看准 深基础这块就是呢 装基础呗 分成预制装和灌制装 而现在呢 在预制装里边 因为有新规范的变化 要提示您 预制装 我们可以掌握什么呢 它的沉装的方法 沉装的中装控制指标 预制装 你采用垂直沉装 还是静压沉装 首先沉装方法 沉装顺序这块 沉装不让用垂直装 对吧 那么沉装里 改使用了静压装 那无论是静压装 还是垂直装 沉装顺序叫硬力分散原则 从中间对顺向两边 从中间向四周 有零件的从零件开始 逐渐远离 对吧 那沉装过程当中 先大后小 先出后细 先深后浅呗 这是沉装顺序 那么接下来呢 垂直装也好 静压装也好 你的接装方法 垂直装三种接装方法 静压装 五种接装方法 各自都是什么 那么再有呢 接装的时候 接装位置 地面的高度 什么时候是500到1米 垂直装都是500到1米了 那么静压装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500到1米 什么时候呢 是1米到1米5 各位必须要看准的 那再重要的 就是呢 你整个的这个 乘装质量 也就是换句话说 终将控制指标 终将的控制指标 垂直成装 你是以装顶标高为主 还是灌入度为主啊 我们现在都讲 以装顶标高为主 就是装的设定标高为主 而以灌入度为辅 那当然你要打到 尖向磁力绳上来的时候呢 如果灌入度满足要求 而装顶标高 不满足要求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现在要求呢 要最后再进行 连续三振 每振是十击 最后打三十下 看每三十下 基于它的灌入度 看一下这灌入度 是否满足要求 如果满足才可以送装啊 那对于静压装来讲的话呢 静压装我们一般是以呢 装顶标高为主 或者叫装长为主 以压装应力为辅 那当然具体还可以分什么呢 你是端层装 摩擦装 还是静压装啊 还是呢 摩擦装 端层装的话 可以呢 以压力为主 那如果是摩擦装呢 必须以装顶标高 为主控指标 而对于呢 端层摩擦装 教材特意给您写的 端层摩擦装 以线为主 端层摩擦装 是摩擦装一种 它是以装顶标高为主 以压力为辅的 叫质量控制点 啊 预制装 当然对于这个 混凝土的预制装 还要掌握呢 混凝土的预制装 达到 混凝土强度 达到70% 可以起雕 达到100% 才可以呢 运输和盛装啊 对于灌注装来讲呢 就要掌握什么 灌注装的施工工艺流程排序体 尤其是质量控制点 在下钢筋笼之前 我们要进行什么 第一次清孔 那么在胶入混凝土之前 要进行二次清孔 第一次清孔 就有重要支持点什么 对了 沉扎度的问题啊 端层装 整个的沉扎度的厚度 不得大于50 摩擦装呢 不得大于100 抗拔装不得大于呢 200 那回过头来呢 浇灌混凝土的时候 水下胶入混凝土 应该掌握什么 水下胶入混凝土应该比 胶入混凝土强度 应该比设计强度提高 一个强度等级呀 是吧 另外呢 对于灌注装来讲 还前面已经说了 在大体系混凝土 在地点墙里已经说过了 对于灌注装 还有重要考核点 就是什么时候进行 封底筑浆 中浆这一块的内容 重点内容 但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关注装 我们掌握这些 从管理上的要求就可以 另外呢 既然是水下胶入混凝土 我们还有呢 超关量的问题 你整个的混凝土的胶入面 要比设计比较高 高出一米 纯系数不得小于一 这重要只能控制嘛 好 回头说完了深基础 我们再看浅基础 你代表的怎么样 混凝土基础 混凝土基础 各位就记住一句话呀 混凝土基础 胶注的时候怎么办 连续分层胶注 分层厚度一般是300到500 尤其到了大体积混凝土里边 是吧 那再有呢 今年最为重要的 混凝土基础 就是教材 全方位改变的 大体积混凝土的内容 这部内容已经说了 是先于教材 去年就做出考核的 而今年呢 这部分仍然作为重点之点 大家必须要掌握 传统意义上 大体积混凝土 我们考的是呢 大体积混凝土的胶注 叫连续胶注 分层胶注 再有呢 养护 养护开始的时间 养护持续的时间 养护的方法 大体积混凝土 没有防水要求的话 怎么办 胶注之后 10到12 10到12小时 那么进行呢 养护 因为它加混凝剂了 养护时长呢 使用一炉水泥 养护不少于14天 二炉水泥 不少于21天 那养护方法呢 保温保湿养护呗 传统意义上 第三种考点 大体积混凝土 就考大体积混凝土的 防力 减小水化热的方法 减小内面表的温差 的方法 还有呢 其他的补救方法 都是可以的吧 讲义在集体班 还有呢 在基础班 都给大家做过重点解析的 另外呢 普通大体积混凝土的 普通考题 还有一句 第四个考点呢 就是大体积混凝土的 温控措施呗 大体积混凝土 入木温度 不得超过30 无论常温 还是高温集结施工 绝对升温 不超过50 再有呢 内面表温差 不得大于25度 表面和环境温差 不得大于20摄氏度 降温速率 每天不超过2摄氏度 冬地施工 不超过3摄氏度 这是大体积混凝土的 四大考点 除了这四大考点以外 今年大家还要掌握什么呢 对于大体积混凝土的 施工的管理层面上 教材新补入的内容嘛 补入什么呢 大体积混凝土 得单独编制 专项施工方案吧 而就这个专项施工方案 包括的内容 大家今年应该 着重的记忆一下 那除此之后的施工技术呢 其实不外乎围绕着 这个大体积混凝土的 传统的四大考点展开 也就是四大考点之外 今天提示您呢 对大体积混凝土 专项方案的内容 要掌握 另外呢 宏观的要掌握呢 大体积混凝土 防裂的这个措施 今天教材写的 就不是很明显了 我给您总结了 减少水化热 怎么办 用二度水泥 减少水泥用量 加粉煤灰等 活进三个料 那再比如呢 冷水半河 加冰穴 那回头呢 参缓凝季 延长的这个 混凝土凝季时间 三十水化热 那再有呢 我们可以用冷水循环 带走水化热 是吧 减少内面保温差呢 分成交出混凝土 及时保温保湿养护啊 那再比如呢 其他的补救措施呢 我们设膨胀机 还有呢 设后胶带 隔伤法 跳伤法施工 二次抹面 按时阵倒 二次抹压 还有呢 设防裂构造金 这一系列方法都可以吧 好 那除了这些知识以外 今年大家还要从管理上讲 讲的 一是要掌握这个专项施工方案 二要还要掌握什么呢 大铁级混凝土浇筑的 混凝土浇筑的 四块流主啊 四块流社的要求啊 一千粒以内的不少于十组 超过一千到五千以内的 超一千之后到五千以内 每五百粒流一组啊 那么超过五千之后呢 每一千粒流一组 这叫做四块流组的内容 那再有呢 您要掌握的就是测温点呢 去年考过了数项的了 中心表面和底部都得不点 然后中间点呢 一般不大于五百 所谓表面和底部 它这个点位是表面以内五十处 是吧 那接下来呢 今天你要关注的就是水平步点位 在水平面上两个对线轴 那么在每个测温区里面 每条线上 其实不得少于四个点吧 这些内容 今年大家在格外掌握 好吧 大铁级混凝土 今年仍然很重要 就是对线轿的 尤其是理论 要跟随着 在这个碗里面上 还是再给我 线上蜂区里面上 对线轿的 不得 我然后再加一会 员 论